不想 那因為不想 那我不想要被打擾 又想要接收到所有的重要訊息 所以我們就創立了一個 全新的LINE官方帳號 那這個LINE官方帳號 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快要 一百個人在裡面了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手機只要開 LINE官方帳號這一個APP 那手機呢我只需要開啟 LINE官方帳號這一個通知 所以我手機呢 只需要開啟LINE官方帳號 這個通知我們就可以即時 收到所有客戶的訊息 回復 所以我們只要在手機開啟 LINE官方帳號的通知 我們就可以即時的回復 所有客戶的訊息 這樣超讚的 就不會露擊啦 或是有什麼緊急事件 我們就直接錯過了 那還有一些很酷的功能啊 那還有一些很酷的功能 像是分類群組 那還有一些很酷的功能 像是分類群組 這是在正常的LINE賬號 沒有辦法辦到的 就是我們可能 這一個人是跟我購買 攝影燈光器材 那我就可以tag 可能燈光 那有一個是跟我買攝影機的 那我就可以寫攝影機 有人要跟我 就是我們的影像製作服務 就是影像製作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tag每一個人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是什麼職位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跟我交易的什麼東西 我就可以直接tag在上面 那所以我要尋找可能燈光 可能我有一個特價的燈光商品 那我就可以直接打燈光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跟我買過燈光的人叫出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跟他們說 我們現在這一盞燈有特價 我們就可以直接一次傳輸 送那麼多訊息給我們已經交易過的人 就還蠻方便的 我們就可以分類我們每一個人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分類你 這樣我們就可以快速找到 這樣我們就可以快速找到我們想要找的人 而不用在那裡大海撈針 我們個人line帳號就是這樣大海撈針 不然你就要在每一個人名字前面在打什麼 他是幹什麼的 很麻煩 我們這裡直接tag 就直接 全部都跳出來